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之不尽 无所不能 敬畏 接触 转化 从积水灌溉 到阳谷 野田 从微海造地 到张帆远航 人类对风的探索 从未停止 今天 人类依然崇拜风的力量 以前人不可企及的方式 竭尽所能 开发这一理想的可再生能源 中国 世界上最早利用风能的国家之一 从万里海江 到世界屋迹 风能正在为这个国家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诸如绵绵不绝的透明动力 一天的时光 在热闹的渔火交椅中开启 刚从南海里捕捞上来的鱼虾背线 不到一小时就端上越高澳大湾区的餐桌 而这座海滨小镇为大湾区输送的 不仅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杨江市沙爬镇以南26公里 海风净略 风机高速 三峡杨江沙爬海上风电厂 中国首个百万千瓦骑海上风力发电厂 总装机容量一百七十万千瓦 每年可谓粤港澳大湾区 提供约47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满足约两百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澎湃的电能 出自这片海域的269台风电机组 这个家族中的新锐力量 是43台七兆瓦抗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 让他们逐浪踏海的 是一家身处四川盆地 去与大海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风电制造企业 我们国家这个有很长的海岸线 海上风电师院有七亿多千瓦 总书记这个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 对我们风电行业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国家每一年的这个清洁能源装机 会超过一亿千瓦以上 叶轮直径186米 叶片总长91米 扫风面积相当于3.7个标准足球场 每小时发电7000千瓦时 刘石洪他们研发的 七兆瓦抗台风型海上风电机组 动力强劲 为整座风电厂提供21%以上的发电量 然而如果只注意到这些充满力量的数字 则可能错过另外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在风电机组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 体型巨大的叶片实在难以低调示人 它是机组的心脏和动力来源 一个由外壳 主粮 副板 机体 新材等组成的宝壳结构 叶片尺寸越大 捕获的风能越多 而要保证叶片在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运转 长达20年不断不劣 制造者必须为其寻找到 能堪磁刃的特殊材料 方形储存箱里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 还养树枝 风电叶片制造的关键核心材料 其性能直接决定着风电叶片的质量 风电叶片用的还养树枝 这个东西就类似于我们做千层底的这个浆糊 这个材料在风电叶片来说是最关键的原材料之一 这个产品是被国外这些化工巨头所垄断 我们立志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经历了很艰难的几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科技可征大国未来 作为21世纪三大关键技术之一 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和先导 新材料不仅是决定一国高端制造的关键因素 更是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 然而 风电叶片关键材料供应链的命门 长期被欧美企业掌控 打破技术封锁与垄断 增强掰手腕能力 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十多年 中国风电叶片制造企业 在必争领域后发先制 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长达672小时的试验已经开始 从一滴液态原料化身可供试验的固态样品 还养树枝必须熬过漫长的深度测试 关卡二十多道 只有一次性通关 还养树枝才能有资格成为风电叶片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就像功夫片里的闯关破阵 当量值测试结束 活性满足指标 流变性能测试完成 符合贯注工艺要求 在最基础的多道试验中 还养树枝得心应手 表现不俗 紧接着 它还将在混合配比 真空脱跑 真空管住 加热 固化灯工序中 完成进一步蜕变 当与增强玻璃纤维充分结合后 此时的还养树枝 从外在形态到内部分子结构已经发生颠覆性改变 转而成为玻璃缸复合材料 如果说这些只能算牛刀小事 那么接下来的测试 看必接受酷刑 力学电子万能试验机 工程师眼里的极限破坏者 它将穷尽其力 对环仰树枝施加破坏性力量 从而得出环仰树枝的极限拉伸强度等关键性数据 两毫米每分钟 拉伸速度肉眼难以察觉 当拉伸力逐渐升至四十千牛 极限破坏者如愿以偿 然而 只是这样还不够 疲劳测试开始 这是关封电叶片的使用寿命 疲劳是眼机 以5赫兹的频率 分上下两个方向 在350至700兆帕的硬力范围内 对环仰树枝实施循环拉扯 通常情况下 环仰树枝要经过上万次的循环拉扯 才能证明是否满足封电叶片材料设计要求 从三万元 八个人 零基础起家 到年产值超二十亿元 封电环仰树枝市场占有率 稳居中国前二 正是中国制造 顽强的生命力 强大的韧性 不断走向卓越 真实写照 今天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速融合 面对新技术革命新产业变革 科技自立自强既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支撑 也是中国制造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基石 根据这个气象的一个预测 本次出海冲口期大概有三天 进行电器作业前 要求断电 验电 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才能进行作业 清晨六点 运维作业班组准时登船出海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他们将对43台 7兆瓦抗台风型风电机组 逐一进行检查维护 一周前 今年登陆中国的首个台风 鲜巴正面袭击广东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 投运近半年的七兆瓦 抗台风型风电机组 面临严峻的考验 让工程师们欣慰的是 尽管鲜巴威力巨大 但索性 机组没有出现叶片回伤 整体轻浮 塔桶失效等极端危险工况 眼下 他们必须抓住 稍纵及时的作业窗口期 尽快完成灾痕清理 排查处理一切可能存在的故障也换 来医生 过来我们把那个发电机检查一下 好 首个接受巡检的是140号风电机组 固定在下部尘台上的柴油发电机是检查的重点 当台风来临 且风速超过机组安全设定风速时 柴油发电机将被激活 依确保机组正向迎风 从而降低后者承受的载荷冲击 之前 人们曾担心 柴油发电机出现螺栓松动脱落 油料泄漏的情况 表现清晰 胃移胃 螺栓胃松动 但检查的结果 让他们长输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工程师 廖树佳 已经登上了距海面91米高的机舱 在确认了机组变讲系统后备电源的电能储备完好之后 他继续查看140号机组发电机接地探刷的磨损情况 当机组遭遇台风等复杂气象时 会被采取临时断电停机等紧急避险措施 而为了减少载荷冲击 机组夜轮会随风自由旋转 但如果转动过快 会加剧发电机接地探刷的磨损 廖树佳的运气不错 包括发电机接地探刷在内 机组所有系统和设备均保持着运行以来的优良状态 140号机组完美地扛住了台风先把的极限冲击 西兆瓦这个机型相当于是一个新的机型 然后到去年的9月16号 最后一台雕丸 12月16号全部并网 那么说对这一块胸利火在现场 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成就感 披荆向阳 逐梦深海 在全球绿色浪潮与双坛目标的双重驱动下 中国海上风点蓝色引擎动力十足 装机规模远居世界第一 技术创新能力出于全球第一梯队 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海上风点产业链 供应链已经风起城市 今天在中国1.8万千米的海岸线上 中国制造自信地展示向海争风的雄心 而在地球之巅 他将再次刷新世界对中国利用风能的认知 西藏自治区错美县浙谷镇 一个并非常人想去就能去的地方 平均海拔近5100米 高寒缺氧 常年气温8.2摄氏度 极端最低气温零下18.2摄氏度 尽管气候复杂多变 但丰富的风能资源 使这里成为中国首个超高海拔风点科研示范项目所在地 亚拉香部雪山 黑岩白雪交错 风轮直插云海 群山之巅 人类史无前例的风电机组调装作业即将开始 5号风电机组 夜轮直径131米 单机容量2.2兆瓦 作为今天的挑战者 他将在工程师们的协助下 向海拔5068米 这一质解风电安装新高度发起冲击 吊装车辆已经就位 直径4.5米的塔桶直立高速 最关键的风机夜轮吊装开始 履带其重机伸出长笔 在轮时其重机的辅助配合下 将巨大的风机夜轮缓缓吊起 作业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但危险尽在支持 风机夜轮重达74吨 要将其局升至高100米的塔桶顶端 必须在平均8米每秒的 安全风速下进行 工程师们深知风力 骤然增大的后果 但问题不止这一个 风控变化特别大 窗口期就一两个小时 超过了一两个小时 咱们整个工程就停了 高原反应特别严重 就感觉心跳 我的心跳最高达到190 蛇谷风电厂 世界海拔最高的风力发电厂 从装机容量22兆瓦 十台机组中的一半来自四川 这种直驱式超高海拔风电机组 在年平均7米每秒的风速条件下 每年可输出5900万千瓦时清洁电能 然而超高海拔地区 大气压力及空气密度极低 平均只有沿海地区的60% 这会给风电机组 带来推理严重下降 叶片失速等棘手的问题 恶劣的自然环境 是对中国造超高海拔风电机组的 最大考验之一 这个超高海拔的技术 它不是国内领先 它是世界领先的一个技术 这也算是一个开发盲区 大家都不敢触碰这个区域 之前的时候 我们都有4000米海拔设计经验了 所以说只是说 我们上到了5000米以上以后 我们有哪些关键技术 要去克服它 我们要把这个梳理出来 极限挑战仍在紧张进行 2米每分钟 5号机组风机夜轮 向预定高度稳步爬升 姿态逐渐从最开始的平行 转为垂直 近一个小时后 风机夜轮向发电机靠近 接下来 经过多次精准调整 风机夜轮 终于实现与发电机的完美对接 长达五个多月的机组调装结束 世界海拔最高风力发电厂 顺利进入始运行阶段 今天是对机组开展例行巡检的日子 距地面95米的机舱里 工程师陈国强已经准备就绪 接下来的出舱任务 对他来说 砍成命悬一线 检查测试机舱外的风速仪和风向标 是陈国强要完成的任务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导致风电厂时常遭雨 强风甚至雷暴 增加了机舱外部装置受损的可能性 只有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 才能保证机组正常运行 舱外天气情好 但风力异常强劲 十米每秒的风速下 直立高耸的塔桶 不时出现轻微的晃动 十二米了 十三米了 稍微等会儿先进来 十天后 机组将迎接严格的验收 陈国强希望 每台机组都能保持最佳的状态 并顺利交付 但风场的气象 实时监测数据提醒他 此时疯狂复杂 风力在短时间内难以减弱 贸然出舱 万不可取 脚上容易踩滑 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同时还有电厂一些朋友 经常都拍了一些我们出舱的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是 不会拿给家人看的 我们准备出舱 准备出舱 太好了 一个小时后 出舱时机终于到来 陈国强小心翼翼爬出机舱 平滑的机舱外部四周没有护栏 作业范围只有四平方米 陈国强唯一的安全保障 是系在腰上的保险袋 此刻 风速已降至十米每秒以内 处于出舱作业的安全范围 但迎面而来的风 仍然裹挟着极强的撞击力 陈国强顶着呼啸的风 应该按照操作流程 争分夺秒 依次完成了舱外设施的检查测试 海拔5068米 这是中国制造标注在世界第三级的地理新高度 这个数字意味着 中国风点装备制造企业 已完全具备超高海拔风点机组自主研发 制造和安装能力 实现了挑战5000米以上 超高海拔风点无人区的历史性突破 天下之事 以剑而成 从技术空白到领先全球 迂回曲折 而又波澜壮阔的崛起之路 不仅使中国风电自身发生巨大蜕变 也深刻改变了世界风电格局 今天的中国 风电产业技术领跑全球 不仅具备大兆瓦级风电整机自主研发能力 而且 已形成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链 制造企业 整体实力与竞争力大幅提升 世界能源革命如火如荼 势不可挡 中国坚定不移 走绿色 低碳 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坚持开发利用清洁能源 绿色 已成为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 最亮丽的底色 出天底之间 无所不容 离万物而不争 扬扬扬不息 水 缔造万物 催生文明 一巨大的力量 维持深海环境和能量交换的总体平衡 几千年来 人类与水相伴共生 敬服其充盈 接纳其赠誉 别担忧其无常 而与之绝力 今天 人类在仰望自然中 深视自己 重拾与水的关系 有丰富的想象力 创新的技术 从流动的水中 获得能量与动力 为文明的延续 而不懈探索 快速高效的生产线 动力奔涌的机器 对极致制造的追求 在难极其数的中国工厂里 这种让人过目不忘的场景 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他生动直观地展现着 什么是中国制造 也激荡着中国装备 创新的澎湃势能 一块43千克重的钢片 被放入工装台 这一刻 他不再寂寂无名 而是以磁吉压板的身份 成为水轮发电机的一部分 千里之外 一座名声显赫的水电站 将是他的归宿 割州坝水电站 长江干流上的首座大型水电站 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万里长江第一坝 40年来 割州坝水电站 已累计输出60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相当于替代 1.84亿吨标准煤 为中国的发展 注入了强大活力 这座水电站的光环 来自两台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 制造和安装的 17万千瓦发电机组 在上世纪80年代 它们与原子弹爆炸 卫星上天 并称为共和国荣耀 随着理论运行寿命期限的临近 对两台工训机组的更新改造 已迫在眉睫 然而 要让机组重拾充沛的体能 设计者面临的难度不可小觑 因为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力 制造能力都非常波动 但是它能够制造出来 能够暂时中国的人 水电制造能力 对我们来见是莫大的荣耀 今天这个任务交到我们手上 不是我们能不能干出来的问题 是我们能不能干得更好的问题 90天 这是机组更新改造的最长期限 人们决心为荣誉而战 转子发电机的旋转部分 负责产生磁场 隔州霸水电站 17万千瓦水电机组 转子直径16.9米 高2.4米 总重约900吨 是当今世界直径最大的 周流转蒋氏水电机组转子 磁极压板准备就绪 磁极铁芯装配开始 作为转子的核心部件 磁极铁芯为水轮发电机提供电磁感应 工程师们需要为转子安装 110件磁极铁芯 单件磁极铁芯长2米 重1.5吨 由1280块高强度钢铁组成 当磁极铁芯被装配成为一个整体 其长度公差不能大于1毫米 当最后一款钢铁准确到位 磁极铁芯装配结束 而更为复杂精细的处理 将由机器人接手 激光跟踪 采集数据 自动寻位 只能呼喊机器人身手不凡 它将磁极铁芯装配后 所形成的上千个半圆槽缺口 一一填平 从而显著增强 斯基铁芯的整体性和刚性 从人到机器人 探截方式的迭代 尽管只是工艺进化过程中的沧海一塑 但对中国水电装备企业而言 其意义远不止此 标志性的一刻终于到来 完成更新改造的各州坝水电站 十七万千瓦机组 手台转子平稳起步 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作业 巨无坝顺利进入机坑 完成吊桩 浩达的机组改造工程 仍在争分夺秒进行 钢制叶片完成金柱 八米高转轮体虚位以待 今天他们将共同组成 水轮发电机组的超级心脏 转轮 组装任务由这支旅舰齐工的 技术团队承担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 他们在多个世界级水力 发电装备制造中拔得头筹 这一次 他们将以更加精湛的装配工艺 完成对自己的超越 航车发力 叶片平缓起步 靠近转轮体轴孔 要让三十吨重的叶片 与轴孔完美吻合 水平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 精准度看比神舟与天宫对接 转轮的直径 重量与制造难度成正比 各州把17万千瓦机组转轮直径 11.3米 迄今仍保持着 逐流式转轮直径 世界最大记录 改造后的转轮 采用新材质和新结构 大大提高了机组的过流能力 水力效率和抗空实性能 装装施力精准 周孔严丝合缝 范围调整结束 首件叶片组装 齐开得胜 一天后 随着最后一件叶片精准入味 总重513吨的转轮组装圆满完成 为各州把17万千瓦机组更新改造最后的决战 赢得了时间 17万千瓦 中国水电装备在滚滚长江上的始发起点 从这里出发 40年来 中国水电装北披星戴月 一路竹梦 绿色电能奔腾不息 从格拉丹东雪山出发 金沙江一泻千里 开山披流 川巅交界处 滚滚江水化作一红碧蓝 高山深谷中 屹立着世界在建第一大水电站 金沙江百合滩水电站 双驱特高攻坝 高度世界第三 抗震参数世界第一 乌鸦泄洪洞群 规模世界第一 18分钟可灌满西湖 地下动视群 总长世界第一 是北京到天津距离的1.7倍 作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始终保持着 对清洁能源的旺盛需求 截至2021年 中国水电装机总量 已达3.9亿千瓦 占全球水电 总装机容量的三分之一 白鹤滩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 已达600万千瓦 仅次于三峡水电站 左右按16台水轮发电机组 单机容量100万千瓦 技术世界首创 单台机组每小时发电 100万千瓦时 相当于一个现代家庭 250年的用电量 如此动力澎湃的发电机组 其研制难堵 堪称攀登世界水电珠峰 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 中国水电装备企业 进行长达十余年的科研公关 形成了包括基础总体设计 水力开发 电磁设计 高压绝缘技术等在内的 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 和关键核心技术 最高的效率水平 最优的冷却效果 这是我们当时设定的研发目标 要完成白鹤滩的开发 要达到我们的技术目标 你用传统的技术路线 技术方案是不行的 就必须在关键技术上进行创新 电站地下三百米处 是巨型水电机组的藏身之所 左岸地下厂房里 身高五十多米 体重超过八千吨的六号发电机组 正进行投产前的空转试验 它的目标是 整体摆幅最大值 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机组高速旋转 转速高达每分钟 一百一十一点一一圈 而每一圈转动 都是对机组技术性能的极致检验 对机组来说 从各个转动部分的振动摆幅 载到油气水等各个系统 任何一个细微的异常 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威胁 五小时不间短空转实验 机组和人必须全力以赴 我们有内部的一个精品指标 业主提出说 要求假设是要求二十道 我们往往内部指标是要更高 十道以内这样来控制 六号机组还在轰鸣 八号机组的总装已经开始冲刺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左岸 最后一台机组 直径二十一米的上机甲就位 机组核心部件 即电环凌空一步 在乔式起重机的帮助下 这枚三点五吨重的超大号纸环 最终于等待多时的浮球阀 成功会合 接下来的盘车检查 对人和设备都是一场考验 发电机组由多个转动部件组成 它们由上下机甲纵向固定 所有转动部件在安装过程中的累计误差 会导致机组轴线发生某种弯折 盘车检查 就是通过测量和调整 确保机组轴线始终处于一条直线 工程师弹剑尾的反应快速而准确 他必须保证每个环节万无一失 四年时间 弹剑尾亲身经历了七台机组 从零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全过程 这一次 他仍然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盘车检查启动 集电环与浮球阀 同时以每分钟一到两圈的速度旋转 百分表精确记录着它们的百度值 二十多个小时过去 各项检测数据显示 集电环与浮球阀的百度 为0.1毫米 优于精品机组标准 然而对于弹剑尾来说 要保证所有机组都能安全平稳 高效运转 工作远没有结束 虽然它现在是最后一台机组 我们一样的要像前面的机组一样 来把控它的各个房间的质量 让最终八号机转起来 也像前面的机组一样 是一个精品机组 自首批机组投运以来 白鹤滩水电站 以累计输出绿电 256亿千瓦时 全面建成投产后 多年平均发电量 可达624亿千瓦时 可替代标准煤 约1968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约5200万吨 随着白鹤滩水电站的加入 中国在长江干流的水电 宗装机容量将达到 7169万千瓦 相当于三个三峡的装机容量 这条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的 崛起之路 正是水电重大装备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自主创新之路 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潮下 中国继续在利用水能上 展现惊人的创造力 优势更加明显的储能技术 正为中国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和可持续发展 发挥出强大动力 卵河上游 阉山深处 两座巨型水库横梗风暖 世界最大抽水蓄能电站 河北风宁抽水蓄能电站 坐落于此 12台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中国自主设计 制造 安装 总装机容量360万千瓦 世界第一 一次最大储能减4000万千瓦时 储能能力世界第一 抽水蓄能 是以水为储能介质 通过电能与水的适能相互转化 实现电能的储存和释放 一座抽水蓄能电站 由两个海拔高度不同的水库 以及水轮机 水泵 输水系统等组成 就是在我那个电能富裕的时候 把电储存起来 在电力需求高空的时候 把这个电的释放出来 用那个上下裤的漏差 把那个水抽到上裤 进行一个能量的储存 它整个电脑中 取得一个调节的作用 作为最早的大容量储能技术 抽水蓄能迄今已有140年历史 自20世纪中期被大量运用以来 抽水蓄能已成为全球应用最为广泛的储能技术 经过半个世纪的追赶 中国后来者居上 如今已成为全球抽水蓄能领域的主导者 截至2021年 中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 达到3639万千瓦 投运规模居世界第一 让风宁抽水蓄能电站 稳坐当今世界十大抽水蓄能电站榜首 秘诀来自12台动力强劲的发电机组 这种超级动力装置 能确保电站在特殊情况下 提供相当于三分之一个三峡水电站的调节出力 地下厂房里 入选首批发电阵容的10号机组正在总装 如期为北京冬奥会供应全绿电 这是电站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也是所有人的心愿 定磁冲片 厚度0.5毫米 它是发电机心脏 定磁铁心的核心部件 风宁抽水蓄能电站单台发电机组 需要安装14万张定磁冲片 它们全都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一个无人化车间 全数字驱动车间里 用作生产定磁冲片的硅缸 被自动送进压机冲压成型 再由机器人将完成冲压的定磁冲片 整齐叠片 从原料投送 重压成型 再到下线 定磁冲片的生产全程 由智能控制系统一手掌控 无需人工直接参与 尽管如此 但原在河北风宁的工程师中建 依然不敢有丝毫大意 十字万张定磁冲片 需要由人工在现场竹片完成叠桩 最终组成高3.08米的环形定磁铁心 叠桩误差不能超过0.4毫米 这绝非易事 每张片它冲出来 它都是会有偏差 你叠上去之后 主要是在过程中 要给它整形 包括端部跟这个槽形 把它整得整整齐齐的 这个是一个难点 安装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是按照这个行业的最高标准 也已经到天花板了 你不能再超越这个标准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三个月 10号发电机组总装已经完成 但能否一次启动并成功运行 顺利实现冬奥宝电 机组各系统的联动调食至关重要 全部场馆100%使用绿色电力 是北京冬奥会的一大特色 这在百年奥运史上前所未有 黑启动是风鸣抽水巨能电战机组的独门绝活 当电网发生异常情况时 机组可在三到五分钟内做出响应 从停运状态迅速切换至满负荷运行 从而为断电区域提供电能 10号机组报警 主进水阀液压油过滤器插压异常 但原因不明 这让工程师周围有些困惑 地下厂房向下21米 是一个由各种管道组成的迷宫 直径2.3米 重达120吨的主进水阀就在眼前 主进水阀扮演着水龙头的角色 它由液压驱动 从而实现自身的开启闭合 在紧急情况下 负责切断强劲的水流 保证机组和电站的安全 在排除了传感器失效 过滤器堵塞等可能性后 周围怀疑 10号机组主进水阀液压油过滤器插压报警 是由于气温导致液压油年度变化所致 随后的进一步排查 证实了它的这种判断 液压油在北方的时候 它的年度系数大 我们以前做南方机组的话 可能是你不会碰到的 发现的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 当我解决问题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去学习 你不觉得解决这个问题 你很有成就感吗 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对吧 2021年12月30 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 首批发电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随着水流的一声一叫 60万千瓦绿色电力 通过政府500千伏 张北柔直电网 源源不断输往北京冬奥会赛场 2024年 封宁抽水蓄能电站 将全部建成投产 研发电将达66亿千瓦时 为京经济地区 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提供有力支撑 今天 以封宁抽水蓄能电站 为新的起点 中国的抽水蓄能发展 正提俗加码 为早日实现坦达峰 坦中和目标 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 输出强劲的绿色动力 同时为破解新能源 大规模开发利用 这一世界难题 提供宝贵的中国方案 百年变局 积水中流 装备制造 国之大事 今天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纵深演进 中国装备制造业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 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战略支撑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加速向制造强国转变 从这里出发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装备制造业 创新为力 强劲奔游 高级济师白树华的一天开始了 他要焊接的这个直径800毫米 长8米的布简非同一半 是全球尺寸规格最大 制造难度系数最高的 华龙一号核点主管道 华龙一号 中国自主第三代核点技术 世界核点巅峰的中国重器 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 单台机组每年发电近100亿千瓦时 可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816万吨 相当于直属枣林七千万克 核电竹管道 核电站的动脉血管 负责输送核反应堆冷却剂 其性能稳定性 可靠性 安全性要求极高 核电竹管道制造 是世界性难题 作为中国核电技术 完全自主化的参与者 白树华所在的国际重装 二重装备 耗试近十年 持续研发 反复验证 掌握了多项专有关键技术 成功实现了第三代核电竹管道的 自主研制 不能产生一个针尖大小的点状缺陷 焊接变形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 华龙一号核电竹管道焊接工艺 堪称世界顶级 狭路相逢 顶级汉工白树华 需要慎之又慎 最终 白树华凭借其出神入化的焊接技术 完美地实现了又一次极限挑战 这个需要有极强的基本功 还需要在实践中 在不同的结构方法材料中 去不断去积累经验 我们能够有幸参与到 这个黄龙一号 这种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线的 这个产品制造 也从这个产品的制造技术方面的 突破了我们国外的一种垄断 从2021年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投入商业运行 到如今批量化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 已跻身世界前列 随着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加快从跟跑并跑向零跑转变跨越 中国制造在重点领域 正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F级50兆瓦重型燃起轮机 代号G50 中国装备工业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燃起轮机 是从大气中吸入空气并将其压缩 压缩后的空气进入燃烧室 与天然气燃料混合燃烧产生高温燃气 推动涡轮做工 从而输出强大动力 作为热工转换效率最高的装备 燃起轮机主要用于燃起电厂发电 更是为常书管线 航空和舰船等打造的动力心脏 重型燃起轮机 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象征 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自主研制 2009年 中国气轮机制造企业正式启动F级 50兆瓦重型燃起轮机自主研制 用十多年时间 完成了中国首台50兆瓦重型燃起轮机研制 顺利实现了整机点火试验以此成功 精密铸造生产线上 一种极其特殊的叶片正在制造当中 透平叶片 重型燃机核心高温部件之一 重型燃起轮机分为E级 F级和H级 温度越高 技术等级越高 F级重型燃机工作温度 达1400摄氏度左右 确保高温部件 在金属熔点以上安全稳定工作 数万个小时 这是一项世界级研发难题 透平叶片被设计成空心 当它高速旋转时 空气进入叶片内部 形成对流冷却 陶瓷行星 是透平叶片内枪结构的 关键工艺部件 它由特殊陶瓷材料制成 最高耐受温度可达1580摄氏度 经过压腊工艺 陶瓷行星 首先被制成 蜡膜叶片 紧接着 全自动机械臂出手 将陶瓷涂料 和特殊砂石 均匀地涂抹在 蜡膜叶片表面上 从而使其形成 陶瓷行壳 随后 在高温高压蒸汽作用下 陶瓷行壳内部的蜡液 被迅速脱除 形成空腔 经过充分预热 陶瓷行壳 开始接受高温溶联胶注 随着1500摄氏度左右的 聂基合金液体 交入行壳 透平叶片毛皮 方才成型 成型后的透平叶片毛皮 被放入特殊碱性液体中 其内部的陶瓷行星 被完全溶解 至此 透平叶片毛皮制造 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 要成为性能出色的透平叶片 还必须在裂焰中 完成蜕电 喷枪火力全开 焰流温度超过3000摄氏度 透平叶片毛皮 被喷涂上 由陶瓷粉末 合金粉末形成的热胀涂层 有了这身特殊的隔热服 外加特殊的空心结构设计 能确保透平叶片 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超高温环境下 正常工作 长期以来 重型燃气轮机透平叶片研发技术 一直被国外垄断 今天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 已成功打通了叶片变形 疏松 热裂 断芯等诸多痛点毒点 形成了一整套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规范 和技术标准 没有任何设备 没有任何仪器 也没有任何的基础基础 我们只能从零开始 经过这11、23年的发展 我们现在掌握了 叶片的进入关键核心技术 完成了G50叶片工艺的研发 可以说是突破了卡脖子技术 打破了国外的风口和垄断 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零部件 多达数万个 从设计技术 到材料机械 再到试验设施 任何一项 都是十分庞大 复杂的系统工程 研发重型燃机 之所以难 除了攻克关键 高温部件 研制难题 还需要长期试验验证 和经验积累 满复核试验 即将开始 这是50兆瓦重型燃机 研发最关键的验证节点 也是电展长期运行前的 最后一项性能试验 艾松 七轮机制造企业 G50发展中心副主任 50兆瓦重型燃机 试验现场总指挥 准备工作完成 燃机各系统 进入临战状态 压器机状态正常 可以启动 燃烧器状态正常 可以启动 强度转指正常 可以启动 准备点火 随着点火指令下达 50兆瓦重型燃机 8个燃烧室 同时点火燃烧 燃料持续投放 负荷重型燃机转速 螺旋上升 目标是6000转每分钟 试验团队密切关注着各项参数变化 自首次点火成功以来 50兆瓦重型燃机满负荷试验已经进行了多次 尽管对每一个步骤已经烂熟于心 但对于工程师们来说 每进行一次实验和第一次没有丝毫差别 50兆瓦重型燃机运行状态良好 直到此刻 各系统均处于平稳的状态 但意外总是猝不及防 起机后25分钟 7号燃烧时突然熄火 技术意外停息 大家注意观察自己的系统 确保我们安全停下来 燃机关闭 试验中止 人们需要尽快找到问题所在 随着排查范围的缩小 试验团队发现 导致7号燃烧时熄火的主因 是高纯度天然气中 混入了空气 而问题根源在于 输气管道阀门 密封电圈老化 故障处置顺利结束 50兆瓦重型燃机重新启动 现在准备重新启动 72小时后 50兆瓦重型燃机 顺利完成了新一次 满负荷稳定运行 50兆瓦重型燃起轮机 中国在发电装备领域的纵深一跃 它的本事 意味着中国实现了F级重型燃起轮机 从无到有的历史性重大突破 而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来说 自处燃机之路 依然任重道远 把关键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真正自立自强 中国西北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古代丝绸之路北线 浩瀚的大漠沙洲上 商队的驼铃声似乎还未远去 穿越千年时空 人类探索未知的脚步 从未离开过这条黄金古道 而极富想象力的创新创造 让天山南北的今天 越发活力奔涌 当第一缕曙光投射到天际 盗毛湖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被同时唤醒的 还有这座超级镜子发电站 镜子环状分布 如军团列阵 数量多达一万四千五百面 从高空俯瞰 酷似银色向日魁田 这就是中国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 新疆哈密 五十兆瓦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 哈密 低处天山以东 中国太阳能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 平均太阳总辐射量 约六千两百兆焦每平方米 全年光照可利用小时数达四千小时 是光热发电的理想之地 五边形聚锡式定日镜 发电系统的核心部件 中国首创技术 具备载荷分布均匀 受力特性号 跟踪精度高等特点 在聚光极热系统指挥下 每一面定日镜都能逐热而动 它们自动追随太阳轨迹 精准运行 自动调整反射阳光的角度 从而实现反射极热 阳光穿透云层 日透逐渐升高 反射面积达一百四十多万平方米的静场里 一万四千五百面定日镜 将阳光汇聚到一百八十一米高的中央极热塔上 这一幕如同用放大镜点燃火柴 精准的静场控制 是光热发电的核心技术之一 也是研发的最大难点之一 过去相关技术季节国外不对中国开放 而今天这一历史 已经被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所改写 就是在一个250米的一个球场上面 我们就拿着一把枪去射击 那么我们的靶面呢 大概就是一颗足球大小 那么我们要求这个稳定性是万发万重 就是没有一颗子弹可以偏离这个足球 所以都是保证定性自身的跟踪进度 要让它狠听话 指哪儿 打哪儿 光热发电是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过程 这座极具未来感的光热发电站 其运行原理并非声色难懂 定日静向中央极热塔反射太阳光 极热塔顶端的吸热器逐渐聚能 加热内部流动的熔炎 进而产生高温高压水蒸气 推动气轮发电及发电 白天充电 晚上放电 哈密熔岩塔是光热发电站的一大绝迹 白天通过太阳光将熔岩加热产生能量 再将能量储存起来 等到太阳落山 光线不足的时候 熔岩储存惯例的能量 会支持电站继续发电 从而实现24小时不间短平稳供电 哈密5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 总规划容养为两台50兆瓦发电机组 全部投产后 每年可为电网提供1.98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超级镜色发电站 中国制造在戈壁深处打造的绿色动力引擎 然而 在进行高效能量转换输出的同时 它也不得不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所带来的挑战 每天早上9点 专用清洗车都会准时驶入进场 为14500面定日镜 提供洁面服务 长时间在户外运行 定日镜表面极易出现灰尘污垢沉积现象 这会导致出现镜面光反射率降低 削弱吸热器 光热能量到达等问题 镜面侵袭任务繁重 而工程师们还必须可负其他的困难 由于电站抵触干旱地区 干燥降雨 水含盐量较高 如果长期使用不仅会缩短定日镜寿命 还会有损车辆的机械结构和管路 因此清洗镜面 必须使用除盐和经过软化处理后的水 相较而言 定日镜面临的更大危险 还来自于戈壁滩特有的大风 检修已经持续了仅一个小时 几天前 由于中心轴定位螺栓折断 导致这面定日镜 迎风抗风能力驻驾 被紧急送到这里抢救 人们似乎不太走运 定位螺栓断裂在卡槽中 位置刁钻 维修工具难以触及 负责现场指导的工程师徐杰 决定亲自上阵 经过徐杰的一番努力 故障终于被成功排除 定日镜又恢复了元气 两年多来 徐杰一直在这里负责 定日镜的安装调试维护 全程见证了新疆首个光热发电站 拔地而起 出厂那一瞬间 是给我们最难忘的时候 因为我们成功地制造出了 第一台定日镜 那个时候在场的人都有一种 想欢呼一下的那种感觉 今天哈密 巫师兆瓦 熔岩塔市光热电站 已经实现全容量发电 标志着中国 已成为世界上少数 掌握大规模熔岩塔市 光热电站 承讨核心技术的国家 光热发电技术的探索 填补了中国现有清洁能源版图 源源不断地清洁电能 通过这条电力丝绸之路 点亮万家灯火 对正在加速 买向绿色发展的中国来说 高质量实现双坛目标 将是未来的主题 作为清洁能源家族中的新宠 光热发电 必将在这一进程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上天入海 穿山越岭 创新驱动 正在为中国高质量发展 提供蓬勃动能 高质量发展 中国装备制造的必由之路 抓主机与后发赶超 站上新赛道 跑出加速度 今天 中国装备制造业实力 正在从量的积累 买向质的飞跃 从点的突破 买向系统能力提升 科技的自立自强 正在牵引中国装备制造 砥砺前行 天之苍苍 为自强者无畏纵横 地之茫茫 为笃定者可负重志愿 在时间的航道上 中国装备制造 戳离奋发 勇意前行 阔步登上世界制造业的舞台中央 奔向建设制造强国的星辰大海 遨游天机 飞驾天欠 征服生命禁区 一个又一个 被视为不可能的超级装备 超级工程接连问世 为大国制造 强国之梦 许及其万军之势 释放出万军之力 上海浦东机场 第四跑道腾出 编号B001J的C919大飞机 缓步入场 六十五十二分 飞机起飞 经过三小时两分钟飞行 它顺利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 平稳降落 即将交付首个用户的首架C919大飞机首次飞行实验 圆满结束 大型客机研发制造 衡量一个国家航空水平和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 C919大飞机 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试航标准研制的干险民用飞机 最大载客量192人 最大航程5555公里 在历时七年的研制中 共有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其中 叶林伟 磨短压器操作手 接下来 它将携手国宝级重型装备展示中国装备的惊人力量 8万吨磨短压机 世界最大磨短压机 中国自主设计研制 总高42米 总重2.2万吨 液压管道长达10公里 8万吨磨短压机 是为航空航天 电力 石化等领域 提供磨短件产品的关键重大技术设备 世界上能研制大型磨短压机的国家 屈指科数 在此之前 只有美国 俄罗斯 法国拥有4万吨级以上大型磨短压机 8万吨磨短压机的横空出世 使中国一举成为拥有全球最高等级磨短装备的国家 一锤定型 8万吨大型磨短压机 适大力尘 它可产生最高达10万吨的磨短压之力 对任一吨位金属实施无级别锻造 从而实现后者 整体精密成型 叶灵尾沉稳而专注 随着他轻轻推动操纵杆 数吨重的金属毛坯被缓缓挤压成型 从成功断压制造出首件起落架至今 叶灵尾所在的中国二重航空磨短舰研发制造基地 已经为C919大飞机生产了70%的整机断舰 在生产我们所有的航空磨短舰的时候 都有两种感觉 就是说有可能有一天坐着飞机 那么上面装备的就是我亲手锻造的断舰 整个8万吨还在不断地摸索 还在不断地开发新产品 那么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往前探索的脚步 后续还会有更多更优质的航空磨短舰 从我们8万吨这个脚制装器生产出来 8万吨磨短压机 挑战人类制造极限的重装之王 今天随着更多极限制造的出现 更多的中国装备汇聚到世界的聚光灯下 青藏高原 世界第三集 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 十万中国铁路工人凭借智慧和勇气 克服多年动突 高寒缺氧 地质脆弱 三大世界级工程难题 成功将天路铺上世界屋脊 彻底打破了火车过不了昆仑山的预言 今天 当复兴号高速动车族 飞驰在青藏高原的时候 新的奇迹 仍在以世界惊叹的速度上演 飞仙关 318国道川藏线上第一关 建设中的川藏铁路正向横端山脉停进 川藏铁路 全长1567公里 中国建造的第二条进藏铁路 全先建成通车后 从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的铁路通行时间 将从36小时缩短到12小时左右 然而 这也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铁路工程 川藏铁路将横跨七条大江大河 翻越8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 累计爬升高度1.4万米 设计拉山隧道 全长37.96公里 最大埋深1406米 建成后 它将成为中国最长的铁路隧道 然而 这条建造在海拔4700米的超级隧道 将面对高烈度地震 高地温 应岩强度超高等诸多世界级工程难题 巨型厂房内 中铁1098号应岩绝颈机身形出现 开挖直径10.23米 自重2500吨 功率7600千瓦 这台足以让坚引岩层 俘手称臣的隧道开挖装备 由电机驱动 在液压装置推动下 对岩石实施破碎 工作效率是传统钻爆法的五倍 工装台上 重达155吨的方形钢制结构 稳如磐石 它是中铁1098号应岩绝颈机的主大梁 作为应岩绝颈机的核心受力部件 主大梁负责承载不同的装置系统 后者轻则十几吨 重则上百吨 得装备者得天下 应岩绝颈机 工程机械之王 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重大装备 由于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中国应岩绝颈机 曾长期依赖进口 处处受制于人 自主研发应岩绝颈机 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唯一出路 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研发 中国应岩绝颈机核心部件制造企业 用十余年时间 逐步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 对这一领域的垄断 实际上我还是觉得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学习提升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实际上 也开始做顿国家的时候 就是国外的标准 国内制造 上升着很多一些 我们叫做不能完全匹配的地方 我们就是相互学习吧 然后更多是我们向国外学习 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再做了一些制造工艺 制造基础上的一些创新 更重要的意思 就是我们能够形成自己一套 完整的一个制造体系 总装接近60% 精细复杂的装配已经开始 罕接 打磨 连通 紧固 操作要力早已烂熟于心 但工程师们仍然不能有丝毫打意 输油管线 应延绝颈机的血管 负责为各部位输送液压油 装配工艺的好坏 直接决定着整台装备 27000吨推力的释放与控制 应延绝颈机 由上万个零部件组装而成 但这绝不是说说而已 输油管线系统的装配结束 不到两小时 更大的考验已悄然来临 主驱动装置重达270吨 它是应延绝颈机的心脏 负责驱动刀盘 现在 工程师们要以调装的方式 让主驱动装置与主大梁 无缝拔合 460吨拉力作用下 主驱动装置原地缓起 直指呈90度平稳站立 接下来 主驱动装置继续 以0.5米每秒的速度平移 空中漫步 姿态完美 对接角度精准 最终 主驱动装置与主大梁 顺利实现核定 我们传第一台机器 以前 90%以上都全靠进口 那么十多年时间 从0到1 从5到5 发展自己的品牌 只有把技术 特性 传我到自己手上 才不受别人控制 1600多公里外 中铁1098号的姊妹机型 世界首台 高原高寒大直径 应延绝颈机 雪域先锋号 正在输出强大动力 这是中国首次 在高原高寒地区 采用应延绝颈机 实施隧道开挖作业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 时间与积累 今天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隧道数量最多 建设规模最大 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伴随着施工与装备 技术的飞跃 中国在高原高寒地区 长大隧道机械化 智能化施工领域 正不断取得新的 重大突破 当今世界最高十座大桥 八座在中国 世界主跨境前十位斜拉桥 七座在中国 世界主跨境前十位 世界主跨境前十位 悬索桥 六座在中国 然而 对于早已习惯刷新世界记录的 中国桥梁建造者来说 他们并不满足于此 浙江温州 世界首座三塔四跨刚横梁旋锁桥 温州欧江北口大桥建设 正在全速推进 但在此之前 大桥的建设 还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这种创新设计 最大限度满足了大桥 对抗风稳定性的要求 但同时意味着 需要为大桥提供 绝对可靠的主所安 温州欧江北口大桥全长 7.9公里 跨江主桥长 2090米 设计配备两根竹篮 每根竹篮可调集约 1.5个辽宁号航母 什么样的主所安 才能从容应对 如此巨大的贺载 接受这项挑战的 是远在四川的一家 桥梁核心受力部件 制造企业 黄安明 承担欧江北口大桥 中塔主所安工艺实验 研究科研任务的 技术负责人 因为欧江北口大桥 设计考虑采用 干度角大的 混凝土A字型中塔方案 这就对混凝土 中塔顶部的主所安 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其安草与竹篮锁骨之间 满足抗滑安全的最小摩擦系数 必须从常规到0.15 提高到0.3以上 而常规结构的主所安 根本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在没有任何成熟经验 可以借鉴的情况下 研发人员从零突破 经过无数次研究 推演和论证 一个通过在安草内 设置整体数项摩擦板 增加每根锁骨 在安草内摩擦力 从而提高主所安 整体抗滑性能的 结构设计方案成型 并通过评审 巨星其重机登场 170吨钢坯 完成翻身转体 欧江北口大桥 手套主所安精密制造 正式开始 罗鬼灰是今天的操刀手 17年间 他经手的桥梁核心 受力部件超过80台套 面对世界首座 三塔四垮 刚横梁 玄索桥竹所安 罗鬼灰没有切站 这一台代表 中国机床最高水平的 五轴联动竖控显堂床 给了他足够的自信 千金顶就位 竹所安纹丝不动 百分表精准一步 竹所安与机床加工方位 校正完成 直径250毫米 硬质合金刀盘 安装完毕 五轴联动竖控显堂床 开始以600毫米每分钟速度 沉稳走刀 刀盘紧贴竹所安 弧形暗槽平稳旋转 精准切削加工部位 平面度误差不超过0.08毫米 这是罗鬼灰与刀盘达成的默契 也是他们的移植目标 我们每改完一座桥的时候 公司里面不是都会拍摄一些照片 线上照片之类的 然后当看了这些照片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的 就像我们经常开完的时候的 你看这套主案是你干的 自己还是挺自豪的吧 最大的愿望就是 以后退休的时候 当我没做的一座桥 可以去逛一下 榴弹一下 开一下 与此同时 另一项关键制造 也在紧张进行 在鞍槽内设置数项摩擦板 增强主锁安整体抗滑性能 实现这项研发创意 要靠全熔透焊接技术 然而 数项摩擦板之间的距离 只有61毫米 在如此狭窄的空间内 进行焊接作业 人工操作难有胜算 窄间具焊接机器人 在接下来的空间站中 它不负重望 成功实现了所有 数项摩擦板 焊缝焊接一次性成功 超声波坦商 百分之百合格 完美解决了 欧江北口大桥 中塔朱索安制造的 关键问题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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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时的紧张吊桩 温州欧江北口大桥 首个中塔逐所安 顺利安装完成 但这距离大桥的简程投用 还差最后的关键一步 即将通车的温州欧江北口大桥 迎来首批重量级造访者 144辆总重建5000吨重型卡车 分别驶入大桥主桥的上下两层 依次对大桥开展净力和动力喝载试验 这时迄今中国国内最大加载重量的 公路桥梁竟在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大纲度中塔等各项工程安全可靠 为欧江北口大桥顺利通车 奠定了坚实基础 桥梁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最高水平的代表 大型桥梁建设的背后 是新材料 智能制造 高端装备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桥梁建设技术总体上 进入国际先进水平 一座座世界级桥梁相继落成 让中国从桥梁大国迈向桥梁强国 也极大助力了世界桥梁事业的进步 制造业 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八大一览 中国坚定实施工业强击工程 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十年破浪前行 十年奋勇攀登 装备制造实现历史性蜕变 迈出高质量发展坚实步伐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持续攀升 中国装备 装备世界 未来的中国装备制造 将继续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 在阔步迈下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 自立自强 攻坚可难 向着建设制造强国的伟大目标 奋勇前进